全油管最快新闻,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信访局与浙江省委于7月21日在浦江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以总结推广浦江经验并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的经验交流。 这是中央社会工作部自重新组建以来的首次全国性会议,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本次会议是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揭晓后举行的,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一直备受瞩目。 此前,该部门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推动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未来,我们可以期待中央社会工作部在提升社会工作水平和服务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召开全国性会议标志着该部门组建以来的重要里程碑,也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和倡导。 通过此次会议,各地经验和建议可以得到分享和交流,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和改革。 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能够在未来持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